男子列车上偷两万后心生愧疚,给施主寄葡萄干道歉,在列车上手提包被盗多张银行卡相继被盗刷,但收到了盗贼寄来的道歉,礼物葡萄干换成,你是施主是哭,还是笑近日? 从乐山开往江游的C6302列车上,发生了一起盗窃事件,一名嫌疑人将一名受害人的手提包在列车上盗走后,将手提包里面的两张银行卡在ATM机上,破译了密码取走了近两万元 案发以后,嫌疑人将受害人的手提包以及证件归还,并且还寄了一份礼物,葡萄干表达了歉意 两天后,嫌疑人被成都铁路公安处民警,抓获7月17日上午成都铁路公安处成警支队民警,接到一名男子报警求助,称其乘坐C6302列车时,自己放在座位后面的手提包被盗包里面有几千元现金 一部手机,五张银行卡,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证件就在求助中 男子丢失的五张银行卡,共计被盗取将近两万元通过民警询问得知 男子丢失的五张银行卡背面,都写有小小的生日两个字来提醒自己 男子的银行卡密码,又恰好就是他本人的生日 民警怀疑嫌疑人可能通过身份证上的生日号码,把密码破解民警通过开展工作 逐步掌握了嫌疑人的情况 受害人,给民警反馈了一个信息 他在手提包被盗后,向自己的被盗手机发了一条信息 请求对方将他的重要证件予以归还,随后盗窃男子发来信息称 包裹已经寄出来了,我就用了一些你银行卡的钱,请不要再追究了 根据这一线索,民警摸牌了嫌疑人员可能出现的快递寄送点 找到了盗窃男子寄包裹的视频 通过快递上的信息民警最终确认了盗窃男子身份 就在民警实施抓捕前,受害人告诉民警 他收到的盗窃男子,寄来到快递快递里面除了他的证件 银行卡等重要物品以外,还附赠了一大袋葡萄干 作为盗窃礼物 目前,该男子因涉嫌盗窃罪 被成都田路公安处城警支队刑事拘留案件 在进一步侦办之中